南韓政府表示 被北韓子疑似感染新型肺炎的脫北者 相信並無確診 南韓當局鎖定 那個被懷疑染病的脫北者 是一個24歲男人 他近日涉嫌性侵另一個女脫北者 正被調查 當局說那個脫北者 在南韓並無確診記錄 也未被列入密切接觸者的名單 與他有緊密接觸的兩人 病毒檢測都是情陰性 南韓官方估計 那個脫北者是經仁川市江華島 爬地下水渠去北韓